一年容易又中秋 不知不覺九年已經過了大半 不少華人都喜歡搶先 知道明年的運程 而香港玄學天后麥玲玲師傅 就親身來到美國 舉行風水動篤show 在美國的華人社區 宣揚遠遠流長的玄學文化 香港玄學天后麥玲玲 首次在美國舉辦運程講座 大談2019年十二生肖運程 令到各位在豬年一首掌握健康 桃花、錢財和家庭運 個個豬是原用的好年 明領金珠迎起 2019行運致富港座 九月份在三藩市 六參基和紐約舉行 可以說一票難求 會場作無虛席 觀眾都很期待一堵 玲玲師傅的風采 很開心 因為十多年沒有再去三藩市 和六參基 在三藩市的時間 最初心裡都害怕 因為很多朋友都說 那邊的治安不知行不行 但是來到又真的覺得不是 都算真的相當不錯 我們去了唐人街 去回傳統的老餅店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行業的朋友 很支持 在唐人街逛 很多華人認得很開心 感覺是很親切的 吃回傳統的蛋糕 麵包的東西 做演出的時間 大家真的很熱情 做完三藩市後來到洛杉磯 又另一個感覺 洛杉磯 我當時很久之前來 就住在 Beverry Hill 今次就在中心點的位置 又覺得很大城市 而三藩市的感覺 很親切 又不可以說是農村 但人的圈子 大家互相認識 好像家人那種感覺 兩個地方都不同 很久沒有過來 今次過來真的很開心 除了可以說一些玄學的東西 大家也介紹我吃不同的東西 又介紹我去買東西 但我還未去行動 現在很怕買太多時間 那些行李是超重的 遠道而來的寧寧師傅相當親民 除了一貫以親切幽默風格 講述有趣的上學知識之外 亦即場解答觀眾的問題 大派禮物 在他新鮮出勞架 朱聯運程書上簽名留念 有和熱情的粉絲拍照留念 可謂皆大歡喜 天下為事採訪報導